小龙人你来了 冬年中超第一场双龙会 你还打算压着打吗 大家好我是周教练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2024年5月22号 也是中超第13轮的比赛日 今天过后 再过两天 就将是第14轮的比赛 一周内我们可以看到三轮中超 对于一名球迷来说 还要比这更开心的事情吗 我们的中超挑战继续进行 第13轮我们选择的比赛 是宝级大战 青岛西寒岸坐镇主场 迎战长春亚太 两支球队实力不相上下 本赛季的成绩也十分接近 作为两支同时以宝级为目标的球队 本场直接对话 肯定会非常的激烈 我们也再一次进行 逐场远征 去现场 见证西海岸的胜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平时刘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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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ex nick 所以看到一个中国山躲在山躲在山脑 里面地走 都被到了西陈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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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架 是本赛季中超 射门次数最少的两支球队 所以本场比赛 大概率不会出现太多的进球 不过考虑到双方 上一轮出色的发挥 本场比赛应该会非常的激烈 不过我相信青岛细寒案 借助主场之力 可以以微弱的优势 小胜对手 带走这关键的三分 一号 季佳岛 十一号 阿兰 二十三号 爱德华 阿兰 三十三号 阿武扬 主教练 黑体体体体育成 静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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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组织军队超级典赛第十三轮 清澳西海外队与长春亚太队的比赛 入场一式 现在开始 有请裁判员双方英雄园入场 客队竟然在开闯不到十分钟就取得了镜头 希望这不会打乱西海岸的赛前部署 时间还很增幅 希望他们能早点翻评比分 西海岸队进攻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三名外援前方的缺阵对球队影响确实是比较大 西海岸队进攻机会实际上 西海岸队进攻机会实在辗 맞는学校 是我的机会 是我的世界 去 headline 虽然上半场丢了两个球 但是这场比赛西阀岸这边 竞工方面的问题远比防守要大得多 如果下半场竞工毫无威胁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他们这场比赛应该很难拿到分数了 各位球迷粉们 今天晚上 放场8号张修为 打赏西阀岁 哇 青少西卡拉隊進球 進球隊員513 二十三號 二十三號 这个进口来得非常的及时 时间还有不少 西台湾这边只要打出70来 这场比赛拿到分数 很有期望 这场周中的普通比赛来了5000多名观众 还算是不错的 毕竟上周末对卫冕冠军海港 也只来了8000多人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7分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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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11分 上中金球 金融球会员11号 11号 11号 太不容易了 终于翻评了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有没有机会上演大跟腿 分场比赛结束 比分2比2 分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 青瑶新台队实力挂走 阿兰 对 交流线 继续开放 继续开放 却兵少将半场0比2落后 但是西海岸并没有放弃 他们下半场连锥两球 拿到了这宝贵的一分 不过缺少外援的比赛 实在是太艰难了 希望几名外援早日回归 我们这一轮的中超观赛挑战顺利结束 下一场我们将到山东以外的一座著名的球场 去看一场中超比赛 会是哪一座球场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下周见